好 这题问的是 有一种细胞叫纤维母细胞 它可以分泌胶原蛋白到细胞外 注意到关键词是分泌两个字 它的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了 而且是蛋白质哦 那我们知道蛋白质要分泌到细胞外 它的路径就会是这样子的 核糖体先做出多态链 然后呢再交给粗糙型内质网 做修饰及运输 内质网我们写错字 到粗糙型内质网去做运输 还有修饰加折叠啊切割啊 所以代谢跟运输是内质网的功能 接下来说到高基氏体 为什么继续修饰出村 然后包装准备要分泌了 高基氏体是分泌 分泌这个功能最重要的包气 然后就分泌到细胞外面了 包外好 这样看起来都有了吗 好啦 喝汤体油 内质网油 高基氏油 好 那有谁没有 没有容体 没有叶氯体啊 而且至于到人体的纤维母细胞 怎么会有叶氯体呢 你是植物人嘛 所以人体本来就没有叶氯体啊 然后这个是分泌到外面的 与蛋白质的分解 容体是负责水解分解嘛 分解没有关系 所以当然就有ABC 大家有补充一种 如果题目中出现第六个选项 叫做立腺题好了 要不要写 要不要写 选它呢 要 为什么啊 不是 因为产生蛋白质 是一个合成反应 同化作用 同化就是氨基酸合成蛋白质 氨基酸同化成蛋白质 而同化就是合成 耗能需要提供ATP 就是能量 能量来自于立腺体 这过程是耗能的反应 所以需要立腺体提供ATP 所以为什么选它 因为形成蛋白质过程 需要耗费能量 同化耗能 异化释放能量 所以如果有立腺体 是这个理由选它的 我需要你的能量 ATP 好 这是二十八题